如果给你个机会穿越到游戏里 你会选择什么职业呢 我猜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好干类型的 绝大多数选择硬杆 而接下来这位大姐那才能个的 因为怕糖所以全部都点防御力 攻击力为零 对于这种可怕的新手 我真是无力吐槽 女主名叫小枫 是典型的软萌乖乖女 她的好友里莎 正在疯狂安利她一款 现在最流行的VR游戏 自己最近则去补课学习 真是塑料姐妹 从来没玩过游戏的她 看眼前的游戏装备多少干点蒙 最后还是全都套不上 准备大干一场 到近游戏的先起个名 为了避免在里边碰上熟人 索性就要没辅入 选完名接下来就是职业了 不然眼前常见双刀还有法杖 似乎都不太感兴趣 一想到自己怕疼 果断选择防御力最高的铁盾 并且把所有的属性点 全部点上防御力 看着那可怕的技能表 我都为了接下来的冒险生涯担心 一瞅眼前的城镇居民 我不禁感叹着游戏画质真心不错 琴子在这附近转用一圈 守一守些 两条腿跟换牵了 是得走不动道啊 这才想起来 自己点的都是防御力 连免洁度都是零 还好碰上个好心的小老妹 告诉他去新手区刷怪升级 到村口就碰上个兔子 原地算两圈 然后静止下头秘密山球撞去 没捕路静心发现自己竟然不疼 得亏加了全是防御力 小兔也是相当不服输 必须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一下撞歪了 小兔当场赶劈 话说玩游戏没有攻击力和暴击 但是防御力爆表 一身硬镳就是抗揍 但是游戏还有得玩吗 击败小兔的同时 自己也升级了 被走两步又碰上个大麻风 这可比他兔子猛 见普攻没用就毒喷 好像能凹里给 在后边挺追不死的喷 没捕路见自己受攻击 就会有耐毒功能 也不跑了 啪便让人揍 这波操作给你扣个666 利用的差不多之后 回手就给他送走 这一下伤不少急不说 还获得一件装备 这波不亏 而且把获得的属性点 又都夹在了防御上面 你是有多怕死 也许是刚才挨打 就太累了 躺地上就呼呼震天象 巨大的憨声 引来一帮小怪 给他买了个全套拍奶奶磨 路过的还显得是小妞 咱练茶魔功的 也许是手法不太行 人家也整醒了 拿着小短子 我一个死的活了 这玩意的起性 突然发现已经半夜了 像极了屏幕前的你 第二天早早就上号 这箭头子比我都大 看大伙穿着华丽 打扮高贵 自己对身好像说不烂的 见一小伙戴着炫裤盾牌挺帅 到跟前都打去 翠海哥也毫不吝啬 直接带小公司走了 千万不要想歪 人领他去那商店 老板娘长那头 袜篮的秀发深得我心 得知事情原委 果断给他推荐了防御率爆表的 见价钱是100万 撤射了 兜里只有3000块钱 把他卖了也不够啊 老板娘见状推他去南山挑战独龙 那里边掉的状态可全是挨自己的 听说过抠脚大汉 你听说过啃脚的萝莉吗 这小妞的可不是一般人 丑陋的大脚说造就造 晚上还得回问一下 三人不仅加了好友 小伙还给他的几瓶药 以备不时之许 随后老板娘还在想 小菜鸡不会自己挑战吧 那家伙直奔南山干 女主真是脏性 尬人一小天踩到洞口 一见山东那里边是茂绿烟 迎面而来几只史莱姆 几刀下来对面豪化无赏 自己勒过枪 零公斤力能打死肯一样 最后凭借自己体重 直接给他们压死 继续标的关键时候还真有用 那家伙误打误撞 直接跑暴走窝里去了 看人眼前的三童六尔怪 一点没打出 面对毒龙的猛烈攻击 生命条迅速下降 盾牌和短剑都给练了 没有挡的 等会就死了肉扛 就在要杆屁的时候 要想起小伙给的药 一只一只拿药扛 用到最后一只的时候 终于对毒有了抗体 但此时短剑与盾都已经废废了 自己拿啥攻击呀 大怪物一把就给它薅起来 看人眼前的小伙大口 一下把女主的终于一技能给逼出来了 这吃货的本能 到人脚边一口一口糟 这种脚血的挺像大辣椒啊 挨自己的大怪物就这么让它给炫了 这一下连成好与其样 打开箱子里面居然是抄袭有套装 算大好了 盆满波满波出了 主机也变增黄了 防御力也提升到了800多 挺进了一身肉桩的馋嘴 从南沙到北从都啃到西 想知道没补路 凭借自己的防御力能坚持多久吗 咱们明天再闹 今天啊 送客 冠军走好